近日的一个清晨,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松林间空气清新宜人 邓明燕带着自己收养的狗外出散步,感受自然的气息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大山溢渝,她和丈夫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奈斯 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 邓明燕曾在北京经营一家小有名气的滇菜馆,生意红火 不少外国时刻慕名而来,对菜品赞不绝口 在北京,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比利时人奈斯 七年前,厌倦了城市喧嚣生活的她 告别了蒸蒸日上的餐饮事业,回到家乡东川,过起了隐居生活 在这里,她和丈夫奈斯享受宁静,渐行环保,一起探索永续农业 然后以前想着在山上待不住 其实现在住下来的这个情况看呢,待得住 因为我现在给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 就是让自己沉淀下来了,让自己静下来了 我觉得住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在山上我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其实我觉得我住在大城市,我还有西渡的那种感觉 在被称为世界泥石流自然博物馆,铜矿资源枯竭的云南东川红土地 邓明燕和丈夫一起用自然的方式种植果蔬,玫瑰,中药材 不施加化肥和农药,在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被细心做了分类 带动大家一起来垃圾分类 对环境是很好的 像我有时候在山上,那个看着那些到处的塑料袋乱飞 我也会拿着袋子,我会去捡一下 我的垃圾都是果皮厨艺垃圾 是拿去给大使他做堆肥 然后那些塑料的东西,纸的东西,我都拿到山下去扔 然后让那个山下的垃圾站统一处理 除了垃圾分类,邓明燕还将生活用水分类 用收集系统将雨水和雪水收集起来,加以利用 让大家一起节约用水 洗碗的,洗菜的,洗衣服的 这些水呢,你要把我弄到另外一个池子里面 然后厕所里面,马桶里面的水 要弄到另外一个池子里面 还有移水,也是接了管道的 所有的那个房屋的移水,我也给它收集起来 到干旱的时候,就是可以拿来浇这些树 邓明燕介绍,自己在北京时就曾收集果皮菜叶 将其做成酵素,代替洗涤剂等免费赠送给市民 希望此举能够带动大家一起来保护地球 如今回到家乡,隐居深山 他依然希望在享受宁静生活的同时 践行环保理念 将美丽的绿水青山留给后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